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這個是沒有辦法一定要的要求各位 那我也先跟大家致謝了 謝謝各位同學的配合 那我現在開始 就是我們這本課的課名叫 《理性 瘋狂與文明》 我們實際上透過這個課來反省一下 就是這個社會不管在任何一個時代 都有可能會產生一種社會分類 這個社會分類都會把人區分成我群跟他群 換句話說就是我常常會定義他人為異己 就是跟我不一樣 然後呢這個異己呢 可能會被剷除 可能會被監禁 或可能會被矯正 而我要如何維持 我的正常狀態呢 也要進行很多的工作 所以這本課裡面提供給各位的教材 除了復刻的文章 就是《瘋狂與文明》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復刻的文章 一本書就是《異己與懲罰》 意思就是說 除了社會在創造 跟我們常人不一樣的他人 然後不同的歷史結論 有不同的處置方式 來處理這些所謂的他人之外 對於所謂的正常人 社會也要不斷地藉由教育 各種的機構 甚至於包括家庭 各種的論述 包括醫療體系的論述 各種各樣的專家知識論述 心理都要符合正常 而且呢 這個過程 我們說叫做規訓的過程 這個規訓的過程 就是要使得人 最後呢 是很自然的 可以自我檢查 我會感覺到 這樣子的規訓 是一種壓力 所以我跟各位提供一個觀念 就是 事實上 在現代社會當中 有一種所謂的 現代權力 這種權力叫做論述的權力 論述的權力 跟過去的時代的 所謂的暴力不一樣的 暴力的權力呢 是用拳頭 用武力 用什麼壓制的力量 讓你虛弱 讓你覺得是被人家破壞 那時候你可以快快地遵守社會秩序 因為你違反的時候 會受到嚴重的處罰 可是我們現代社會呢 比較多是使用什麼方式呢 是用正面 鼓勵 正面的 讓你相信正常的標準 是很重要的 用這種方式 讓人們 在沒有暴力的情況下 卻又接受了一套 標準 來監督 自我監督 自己的身心 是不是符合正常標準 這個時候 復科提醒我們說 其實這個時候 權力啊 它已經不是一個壓制力了 它變成各種各樣的 建構性的知識 讓我們現代人 在覺得自己是自由的情況下 其實也受到非常多 知識標準的約束 而這個因素呢 甚至於變成是 人們可以變成 自我檢查 不需要檢查 不需要 不需要過去的那種統治者 我們今天有更多的時間 是自己在監督自己 怕自己變成不正常 這個我有講過對不對 這也是一種權力啊 這種權力 讓你不敢受到暴力 但是你還會產生很多 很多的 什麼 焦慮 恐懼 或者是 或者是很多很多的煩惱 因為 成為不正常 在這個時代裡面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開始在檢查自己的身體 體重是不是不正常 長相是不是不正常 或者行為局 是不是會被人家笑說是精神病 或者是 自己要有個家 如果沒有一個家 可能就被認為是一個奇怪的人 我們每一個人 在座的各位 我們都有家 所以事實上 現代社會當中 我們已經習以為常 受到很多很多的論述的影響 我們開始相信 我們可以第一手當然的相信 輕輕啊 相信我們 我們現在的狀態是正常的 跟這個不一樣的狀態是不正常 不正常 是很丟臉的事情 這是現代社會的權力 那我今天要談一個概念 談一個概念 還記得嗎 在《復刻的封堅與文明》這本書裡面 大家都已經聽過很多遍了 就是社會會出現一種社會排除 就是曾經有一段時間 十七世紀的 我覺得理性的時代 那個時代又叫做古典時期 有一種人 就是非理性的人 被社會分類出來了 被分類出來這些人之後 這些人是被拘禁起來的 所以在西方 有非常多的人 是進入一個空間 那個空間呢 在法國叫做總一 所以呢 這個時候就是一種所謂的社會排除 就是排除非理性的人 進入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常態的生活裡面 不希望看到這些人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社會排除 在現代社會呢 也許不像以前那麼暴力 強迫大家拘禁起來 那我們今天 有沒有可能 還是存在著社會排除呢 大家也可以想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代社會 越來越理性 你們的教材 請給大家看一下 其中第三篇文章 是偉國談世界各個宗教的禮教 他試圖要說基督教 裡面就隱含著一種理性的元素 不管怎樣 我們知道現代社會 所以理性已經發展到一個地步了 就是變成是目的理性 或者我們可以叫做工具理性 所以我們現代人的生活 大家知道 都生活在非常多的組織當中 對不對 我們一定免不了 有一個組織對我們的影響 比如說我家 我們一般做的政府 因為它的行政權力 它掌握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資訊 特別是電腦發展時代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知道你的身份證號碼 只要稍微 只要登錄一下你的號碼 就可以看到很多你的個人訊息 包括你的年齡啊 性別啊 血型啊 戶籍地址啊 婚姻狀態啊 甚至於可以查到你的收入 對不對 你該繳稅 該繳多少稅 你幾歲的時候應該要入學期 幾個月要打預防症 還有你什麼時候該服兵役 這些事情都知道的話你想想看 蠻種社會知不知道 蠻種社會的統治者很難知道 那麼相近 所以現代社會 這個靈性的時代 其實很多東西都變成了訊息 而掌握訊息的人 它具有所謂的統治的效率 所以現代國家 它是一個非常 我們會抱怨說它很久的時候很沒效率 但是相較於傳統的各種的政治體制 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那現在國家還有很多很多的理性的設計 變成組織的 舉個例子大家也知道了 可是學校 現在這個大學 現在這個大學 你們每一個同學都是一個個人 但是你們同時也是一個號碼 你們每一個個人都來自不同的系 然後來自台灣不同的角落 你們每一個都有個性 可是你們最後在學校的紀錄裡面 只是一個號碼 然後呢 因為紀錄裡面 就有很多你 在學期上的各種課的成績 然後最後算出來就是 會知道你幾分 總盈率多少 學校是不是有二人一 二人一生不該退學 換句話說 學校這個組織 它也掌握了非常多的訊息 可以管理 學校也有六千多人 六千多人 那麼多人在這個小小的空間 小小的空間 可以運作正常 包括那個時間表 外面的時間表 教室不會走錯 時間不會混淆 那個時間表 就叫timetable 還有一個號碼 一個成績 什麼人 什麼老師開什麼課 為什麼能夠 有那麼有順序呢 它背後也是一個理性的元素 這樣了解嗎 理性的設計 那你以後呢 其實你在學校 經過了 你們現在是大學 大三 有沒有大四的 也有大四的 對不對 大四五妙 很快叫大四儀秀了 你們進入職場上的時候 其實啊 你會以為你從零開始 不是的 其實你在學校裡面 除了上課之外 你也慢慢的被習慣做 管理 就是安坐在你的位置上 一坐就坐了十幾年 當然你覺得是睡覺啊 像我早上課就有一位同學 每週上課的時候 他都坐這個位置 坐這個位置 都是在睡覺 我還想說 他進來 可能第一天就開始睡 哪一天都會看起來 怎麼在乘下第二典禮 這種一路走來時 都努力也是令人佩服 OK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事實上 大學裡面 也有一種 或是我們從小到來的教育 其實也已經在進行規訓 規訓 使得你的身心 越來越循化 你的身體 越來越符合這個社會規範所要的 所以以後 你進入工廠的時候 你的身體不會跳來跳去 你的身體不會不知手冊 因為你會認識字 你會運算 你會有這些基本的知識 還有你的身體 剛好是工廠或公司所需要 所以這背後有一個理性 在規訓我們這個人的靈魂 我們的身體動作 所以學校然後送你到你的公司行號 或者是工廠的時候 它是持續的在規訓 所以現代的公司 現代的工廠 它背後也是一個理性的設計 這樣的組織方式 那另外呢 我們在現在這個裡面 你生病的時候 你會進入到一個野生 複雜的組織 這是醫療體系 醫院 對不對 我們跟大家比較過 跟傳統中醫很不一樣 我們今天是身上的症狀 你這邊痛的時候 牙齒痛的時候 你不會去看婦產科 對不對 你會去看婦產科 他是專業的 你同樣一家醫院 但是你這個人身上 肚子痛的時候 你要去看腸胃科 所以現在醫療體系 也是一個理性分工層級化 或是分科分得很細的 一個知識系統跟機構的設計 那這樣舉例 大家慢慢就知道 我們真的是活在一個非常理性化的時代 這個時代裡面 其實任何一個部門 都在用一種模式 在訓練人要成為正常人 所以我跟大家談過一個觀念 就是統計學上面 怎麼樣讓大部分人 就符合常態分配裡面 正常的範圍 就很重要了 超過正常的 可能這個社會就要排除它了 OK 所以呢 社會排除這個概念 大家比計一下 這四個字 社會排除 在我們這個理性的時代 相較於十七世紀的理性的時期 十七世紀很清楚地 把非理性的元素 堅定起來了 那我們這個時代 又強調人道主義 對不對 又強調社會福利對不對 又強調各種各樣的人權 又強調自由 民主 我們不會像過去的時代 那麼的粗暴 把人堅定起來 但是這個時代四十七年中 有效率的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清楚地知道每一個人的訊息 也清楚地知道 什麼人現在不在正常範圍之內 什麼機構適合他 應該要去有效地安排他 然後呢 我們再來觀察一下這個時代 有人稱之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 那個經濟發展的形態 跟早期的資本主義很不一樣的 有人說我們這是一個 所謂的晚期 現代性的社會 不管怎麼稱呼 大家想看 這社會當中有兩種人 他是跟常態分配的人不一樣的 有一種人 比我們每一個在座人 都有權利的 這種人呢 是經常流動的人 這種人 他可以經常 明天我要飛紐約 馬上 買個機票就走了 你就飛紐約了 然後後天呢 要去 比如說去 去 國流 浮潛 然後到後天要去香港 提斯尼約元 這種人 是流動的人 這種流動的人 他的投資 可能 是在世界各地 他只要上網 點卷一下 他就完成交易 收入就分分地來 這樣的人 是這個時代裡面 常態分配裡面 最前面的 不在常態裡面 他是一個例外的人 意思就是說 他掌握了非常多非常多 我們所沒有的能力 讓他可以移動 所以 這種可以移動的人 是我們這個時代裡面 掌握金錢 民生 或者是權益 最大的人 OK 可是呢 是不是流動的人 都是最有權利的人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對不對 Definition of the meaning of social exclusion 我們來談一下社會排除 有一種人是因為社會排除 他對他人是流動的人 他是居無定所 這種人 我們稱之為 Homeless 就是流浪漢 或者叫做 街友 街友是一個 美化的修辭的話 就是說這些人 是朋友的街友 為什麼叫街友 因為他們沒有家 流浪漢 就是沒有家的人 當然啊 有包括女性的 也包括小孩的 所以流浪漢 這個稱呼 是泛指這些 沒有家可回的人 好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 我這邊要說什麼了 在我們這個時代裡面 有一種人 他可以到處流動 可是我們說他是最有權利的人 我們最羨慕他的人 到處都有豪宅 可是有一種人 他也到處流動 因為他沒有最基本的庇護所 就是家人 那在座的各位 大家一一看就知道 各位都有家可回 有家可回 Home 大家如果想過 Home 代表什麼意思 家 除了他沒睡覺 吃飯 他還有很重要的 本體論的意義 我們有哲學家在這裡 本體論的意義 家其實是你情感的來源 Attached在這個家裡 家也是你的 什麼呢 自我認同的一個最原始的 我們之前講過說 你剛開始來到這個世界上 有人照顧你 這個照顧你的人 會影響你的性格 影響你對世界的信任 甚至會影響你 的自我的觀念 對不對 沒有家的話 那這些都沒有 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情感上沒有一個 可以認同的一個空間 自我認同 可能會失去 然後呢 食衣住行都出了問題 比如說 你有沒有地方可以刷牙 洗澡呢 上大號呢 你有沒有衣服可以經常換洗呢 有沒有自己的鏡子 可以常常修飾一下自己的冷面呢 檢查一下自己長得像什麼樣子 如果他沒有他 是不是這樣的人 他會開始跟我們長得有差別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人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人 我們叫做 劉浪漢 或者叫做 街頭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人 當然 我們這邊 這邊有一些觀念 就在說明社會派出 我們這邊去想這個問題 就在這個現代社會裡面 每一個部門都要求我們要符合正常 而且會用數字 用分數 會用各種的 去上醫生 各種的數據來檢驗 你是不是健康 在這種情況下 有沒有可能我們這樣的設計 會有一些人 沒有辦法進入到很多很多的系統當中 他們會被邊緣化 這邊出現了一個字眼 叫做邊緣化 marginalized 邊緣化 這些人可能是社會當中的弱勢者 可能是 如果社會強調的是男性至上 女性可能會被邊緣化 如果這社會強調要有正常的身體 才是正常人 可能殘障者 就會被邊緣化 如果這社會強調有家才是正常的人 那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皆有 就會變成被邊緣化 如果這個社會強調 比如說我們漢族 漢族才是正常的 其他都是野蠻人 我們是文明的 那很可能你這社會當中的少數民族 就會被邊緣化 如果這社會強調的是成人 或者是老人掌握了權力 權威 可能年輕人就會被邊緣化 年輕人常常被教訓 被責罵 或者是 如果這個社會 強調的是本國公民才可以工作 那些居無定所的工人 可能是外地勞工 可能是從鄉下 像現在的居住城市裡面 有很多鄉下的農民工 或者是從高山少數民族來的 這些居無定所的工人 可能就被邊緣化 所以這些呢 都有可能是我們現代社會 被社會排除的人 所以我們要很仔細地去想 也許跟十七世紀的社會排除不一樣 十七世紀就是把這些人 全部都監禁起來 可是我們這個社會強調的是 人權、自由、平等、民主 可是有沒有可能很多人 實在是在這個社會裡面 找不到空間呢 找不到身份的空間 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醫療的機會 找不到收入 找不到社會福利 社工 社工的人知道 有些人 他連享受社會福利的機會都沒有 他可能連身份都沒有 這種情況下這些人 什麼系統的進步 第一個 沒有收入 因為公司不要 工廠不要他 那這些人就會貧窮 沒有收入就會貧窮 沒有錢租房子 沒有錢賣房子 他可能只好到街場去 然後 如果他連身份都沒有 那他可能就沒有健保卡 對不對 他生病的時候也不可能去開病 沒有醫療機器幫他治病 所以他身上有帶了一堆病 如果這些都沒有 包括什麼呢 包括一個東西叫做污名化 當我們發現這個人 又沒有工作 又窮 又沒有個人財產 然後又居無定所 就在街角 然後又不洗澡 沒機會 他沒有浴室 沒有臉碰頭 一下就衝開店 大家都有 你會覺得很幸福 甚至於沒有馬桶 你知道 這也是理性化的設計 你蹲在馬桶上 幾分鐘之後 咻一下 那些東西 休斯午中 你也聞不到 這個是現在這個才有的 那如果一個流浪盤 沒有這些東西 那他身上所具備的東西 都會是你討厭的 所以呢 他們可能身上 你會帶著這種污名 Stigma 污名 OK 所以這邊就會提到說 也許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差點踩空 比如說失業 Unemployment 貧窮 或者是他沒有專業技巧 理性化的社會 大家知道嗎 如果你現在沒有一個 所謂的 你在大學 或是你在接受你的專業訓練的時候 你也不夠力 你表現得不好 你會失去工作機會 或是你搞不好 這也造成流浪盤的其中一個因素 這個社會不需要你 公司行號不需要你 Law Income 收入太少太少 租不起房子 或者是賣不去一些生活用品 Poor Housing 房屋條件太差了 微樓等等等等 High Crime Environment 如果你是居住在一個 犯罪率非常高的環境 這些因素都可能會變得 惡性循環 或者是健康表現很差 或者是家庭截阻 有些情況是家庭截阻造成的 所以社會當中會出現流浪盤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平常去火車站經過的地下道 或者是在有些市場的街角 或者是廟口旁邊 廟口旁邊為什麼 特別是廟會的時候他們會來 他們會來 也可以吃到東西 或者有時候扛轎子 會需要找街友來幫忙看 所以你在這幾個地方 也許就會看到一些人 你有沒有想過他們是誰 或者說坦白講 大家心中會不會都已經有一些成績 就覺得這些人可能是精神不正常 身上有病 或這些人是社會裡面的可憐人 如果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那就表示這個社會其實已經賦予它一雕籤 這個雕籤是一個污名污染和污染 所以我們常常不自覺地會污名化 有沒有想看 這時候你的污名化 其實就是一種社會排除 要聽得懂嗎 我們不像以前人 會強制地把一些人拘禁起來 我們是自由民族時代 可是你的分類可能就已經是一個社會排除了 社會排除 包括公司老闆 不要顧這種人 社會社工機構 也沒有辦法關注這種人 結果我們的社基督 無意間就產生了社會排除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也許我們的社會的政策 流浪漢 他要想想看 這個 homeless 無家可歸的人 當你聽到這個字眼的時候 你是不是被認為就是一種人 你有沒有認真去想說 其實所謂的無家可歸可能因素非常非常多 可能是失業 可能是感情 可能也是 你有沒有想過 搞不好有一些人是藝術家 他就是想要過這種生活 會像裝子啊 或者是如臨其弦啊 他們可以過得著他們 他們可以過得著他們 我們 有沒有可能會把 流浪漢這個字眼 可以固定化說 只有一種人啊 就是社會當中的敗類 我們就不會細想說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社會 一直在排斥他們 這個社會的標準太單一了 不接受他們 可是這個所謂的他們呢 其實是多元的 多元的意思就是說 是來自不同的原因的 甚至於裡面可能包括留學生 我們等一下會放一些影片 留學生 所以呢 有很多種因素構成了一個名詞 叫流浪漢 所以大家要知道 流浪漢不是一種人 是有很多種人 可是我們社會的政策 常常就把他們建構成是同一種人 這種觀念叫做社會建構 社會建構 社會建構的觀點 常常就是 政府為了管理方便嘛 就把他們定義成 就是統一類的人 用統一類的標準來處理就好 可是忽略了每一個人 或是說每一群人 他都是有不同的結構性因素造成的 這是我們要了解的 那當然啦 有一些因素可能是因為社會經濟的因素 結果大家看 我們常常會 不只覺得 就會覺得是 你自己不努力 你活該 所以你連一個家都沒有 自己要好好反省檢討 然後我們的社會福利 或慈善機構 常常都會想說 你要加油啊 來我處理愛心啊 要幫助你啊 但是你要趕快恢復正常喔 恢復正常喔 我們常會把流浪案的問題 予以個人化 就是 是你個人要對自己要負責的 因為你不夠努力 所以我們現在幫助你是出於憐憫 但是你一定要加油成為正常人 常常沒有想到一些問題 可能是結構性因素造成的 比如說啦 舉個例子 台灣這十幾年來 因為傳統的產業 覺得在台灣 土地越來越貴了 工資越來越高了 所以乾脆怎麼樣 產業外移 有些產業就移到大陸去了 中國大陸 因為那邊土地便宜 工資很低 有沒有想到說 這個單單是一個經濟產業的轉移 就製造出了多少的流浪攤 意思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在台灣有一群人 不可能再找到工作了 因為已經沒有這個機會了 這個時候我們會稱之為 結構性失業 喜歡做筆記的人可以記一下 結構性失業不是個人不努力 是這個社會結構裡面 有一種職業失去了 因為它為了成本效益 它轉移到別的國家去 這個社會就空掉了一種工作機會 然後就會有一群人失業 這群人裡面有一部分人就會 被天原化到連江都沒有 成為流浪攤 所以當你了解這個意思的時候 就不應該去個人話說 是你可能偷懶啊 不喜歡工作或者是不正常 才會變成這樣 原來是因為這個社會結構的變化 原來是因為全球化的這個好遠大的因素 原來這跟我們個人的生活有關係 全球化造成有些產業就出走了 然後台灣就不可能再找到工作 有沒有想到這樣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特別是講社會經濟的原因 但有時候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都有可能 比如說這個社會裡面會不會有一種規範 說什麼樣成是正常人 經過這個標準太明確了 有一些人的行為、想法 正一直被排斥 舉個例子 可能有一些是同性戀 在以前的時代 也不過就是十幾二十年前 可能公司很好 也許到今天也是 當公司很好知道 你的生活理念把你解雇 當軍隊裡面知道 你的生活理念把你開除 學校就發現有兩個男生在談戀愛開除 有沒有可能這個系統 一個一個的系統把你踢出去 踢出去 你變成中錯生 變成失業者 變成偏差行為者 然後你不加可回 然後變成流氓 有沒有可能 這個時候就變成什麼 不是經濟因素 是社會的規範 這個規範 這個標準太單一了 你就變成不正常人 就被排斥到街角去了 所以我們要多想一想 很多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的因素 綜合起來就會製造出很多不一樣原因的 我們暫時用一個名詞 就是流氓的人 可是可能來自不同的因素 所以換句話說 成為社會當中被邊緣化的一群人 這是一個過程 我們不能就是講流氓的人 甚至有誤定的觀念 就只是一種人 就是那種人 就是國家可回不正常 然後不共同民 你這樣想就可以簡化了 OK 那我們可以再看一下其他的因素 怎麼會產生這種邊緣化的透過 那有一些學者呢 他就探討到說 其實我們應該 比方說說 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不要個人文化說 流氓漢都是個人固定 我們去看看 是不是有多層的因素 Molecular factors 多層的因素 也許流氓漢裡面有一些 比你有的聰明的 更有才藝的 就是我們過去污名化的人 所以無略了 也許這些流氓漢有很多因素 被社會排除 有時候那個社會排除的因素 是來自我們自己的觀念 我連我們都覺得他們 很不正常的時候 這個社會還有哪一個工作單位 醫療機構或什麼 會接受他們的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一些動態的因素 很多的因素 另外呢 就是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政府 政府的架構 在造成的 你們知道 我們說健保健保 健保裡面總要有一個身份 要有健保卡 對不對 那個我們說早上 等一下有看了影片 都會注意到一個問題 有一些介意我 連身份證都沒有 連名字都沒有 因為他自己也一直在換一個 他也有身份證 那他會不會有社會福利 沒有 他也不會有健保 醫療保險 也沒有 他也 當然他也沒有繳稅的紀錄 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們想的這個問題啊 我們都理所當然了 口袋裡面 或者說我們理所當然了 都知道自己有身份 對不對 identity 對不對 我們也可以從哲學的角度來想像的問題 我們都有identity 所以我們就常常就會覺得 理所當然了 一定會有謝謝這個配音 我們現在正在錄裏 需要一些音樂的表現 背景 我們理所當然會覺得 我們都有固定的身份 其實都不簡單 你的身份的構成有很多制度 還要讓你 你這個人要符合很多的正常 你才會有這些身份 那假設這個社會 你失去這個身份 identity 的時候 那你有不可能 會對這個社會變異的話 你享受不到各種各樣的資源 這種人在接口 還不少 包括在美國 我知道了 我在9月 我也有念書在9月 我看到這些人 他也不可能有任何有愛心的機構 社會福利機構可以照顧到他 那當然還有很多的因素 其中有一個因素 當然就是 我剛講說政策 如果是政策只考慮到 一定要有身份 我才能夠 政府才能夠照顧你 那沒身份的人就完了 那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我還要再解釋一件事 在美國 我想在台灣也是一樣 如果你沒有其他人 你的小孩也不可能入學 在美國 比如說 你要入學 你在這個學區 你要入學 你一定要 最起碼要有一件事 你把你家的信 收到的信 拿給學校看 證明什麼呢 有人寄給你 而且那個住址的確是你家 所以你的小孩可以入學 所以它有一個基本的預設 就是你必須要有home 你的小孩才有受教的權利 那homeless 無家可對的人 他可能有小孩 可能是小於12歲的 他不能入學 因為學校 沒有辦法接受他 這個時候就是這個制度的問題 把人家邊緣化 那 那 當然 我們這個 我們會叫做主流社會 我們大部分人 你可以說我們都很幸運 我們都生活在正常 主流社會當中 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 其實很多人無法參與到這個主流 他就成為社會當中的邊緣人 那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有辦法一一的說明很多的內容 那我們可以繼續往下看 我們可以應用婦科的觀點來說 就是社會產生的一套 關於什麼是正常的論述的同時 他也會把一些不正常的因素呢 予以定義 然後這個社會就會把不正常的元素 排除 或者是什麼 邊緣化 這就是我們利用婦科觀點來的 就是什麼叫社會排除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有很多種的人 在現代社會 雖然強調自由民主 還是被排除了 雖然排除的方式 不是像以前那個什麼 漁人船 就是趕出去 搭船飄走 或者說大監禁 把這種人集中在總醫院裡面 或者在極權的社會裡面 把這種人關起來 就偏僧了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這樣做 可是這個社會的設計 就是讓這些人沒機會 沒機會 趕出去一趕出去 每一個機構都不接受他們 他們就無處可去 其中一個人就變成流浪台 我們下一週他們會談另外一種人 他是被拘禁起來 或者說被隔離開來的 就是熱身的樣子 馬蜂病人 馬蜂病人在歐洲 我們不是講說 好像在中世紀末 文藝復興 逐漸逐漸的 十七世紀的時候 馬蜂病在歐洲幾乎消失了 可是事實上 在台灣 這百多年來 竟然有兩種對待馬蜂病人的方式 都是把他們限定在一個區域 第一個就是日據時期 再一個就是國民政和時期 這六十年代 馬蜂病人是怎麼樣被社會排除 怎麼樣被社會定義成一種跟常人不一樣的人 這是我們台灣自己的歷史 我們下一個禮拜再來看 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社會排除 我們今天的例子 接下來就講 留了看 讓大家瞭解 這是一個我們社會上中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看一些影片 從這支影片來談起 不過我可能五十分鐘就要離開 因為我要去跟上發高中的同學演講 一點了 一點了 那我該走了 好 那接下來就請學長簡他們 來帶各位討論 注意 雖然我已經不自愛了 但是你們還是要上課討論 因為他們有四位助教學長簡 可以帶各位跟著討論 今天的主題 劉浪漢 你們的看法是 劉浪漢是個人問題 還是社會排除所造成的 給大家討論 OK 那我不好意思我要先走 好 再見